那个节目的确是可以在网上直接的看到的 就是除了收音机和电视以外呢 在网络上也有现场的直播的节目 所以你可能还没有找到那个链接的方式 希望您登陆我们的美国之音的网站 然后就在那上面看我们的电视节目 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提出的一些建议 认为这个收音这个时间太长 就是你现在就说网络 我们的确就是在这方面已经在加大很大的努力 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的听众观众的 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来接触掉我们这些信息 好 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请嘉宾来对他的问题做出一个回复 好的 我想随着这个技术时代的到来 盲人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传统上美国很多的公共电台呢 原来呢 就是盲人呢因为看不到报纸 所以可以听电台广播 现在有了新的视频文字的技术以后呢 盲人可以听到屏幕上所出现的这些文字 我不知道报纸本身有没有做什么 但是技术本身使得盲人呢 能够获得获取更多的信息 尤其是新闻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想技术还是这个最好的来源 我想就接着这个刚才这个听众提出问题 问您有关这个美国的读者群的问题 您之前也稍微谈到了一下 就是美国现在读者群呢 在电子时代他们的需求和阅读这个报纸的习惯也有些改变 您能具体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 的确 新闻媒体的这个修费者的趋势下呢 是有所变化 有了英特网 有了很多新的有线电视的电视台 以后呢年轻人他们通过不同的这些媒体来获取信息 有些社交的网站 包括推特这种社交的网站呢 让很多年轻人呢都透过这样的网站来获取新闻 包括雅虎谷歌的网站上面有新闻 不过呢 这些的内容呢 主要是来自于歌家大报纸 他们的网站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比较年龄偏大的人 还是习惯阅读平面媒体 而年轻人呢 他们比较喜欢看数码媒体 所以平面的媒体各家报纸呢 他们要区分 他们的这个市场段 原来呢 他就是印刷单一的产品 现在呢大家越来越认为 报纸本身的平面报纸呢 就是一个迪教老一代的人 习惯看的 而网络版的这种报纸呢 一般是针对于年轻人 年轻一代的读者 还有很多是通过 新迪迦的这种方式呢 在网上 就放他们的这些报道 和这些内容 但是当然最大的挑战 就是怎么去 销售这个广告的空间 他主要就是通过 各种的不同的平台 来推出他们的内容 所以如果我们考虑一下 报纸的读者群 不仅仅要考虑 平面报纸的读者群 我们也要考虑 网络版的读者群 我们也要考虑 一切才能知道 我们是报纸的健康发展 如果从总体上来看的话 实际上就是 使用媒体的人数 实际上是在增加 而不是在减少 就是因为他们在利用 很多不同的平台 来接触这些信息 对不对 谈到这个社交网站 这方面的问题 像Facebook这些东西 我们知道一推出来之后 就非常的受欢迎 我说您是研究 这个媒体的发展趋势的 我不知道 对它这种发展 您是不是感到吃惊呢 尤其是在青年人之中 如此的普遍的使用 你知道吗 说到吃惊不吃惊 可以说有一点点吃惊 你看这些网站发展的巨坏 但是我想美国的年轻人 一直希望能够多取的沟通 以前是打电话联系 现在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平台 可以跟朋友和家人联系 包括发短信 也包括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联系 这个的确简直是一个政治的变化 可以这么说 它就加快了推传统媒体的这种发展的趋势 现在传统媒体包括平面报纸 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能够让这些习惯用社交网站的年轻人也阅读 你的内容 什么样的产品才适合放到社交网站 让你的读者愿意去看 同时让他能够有读到良好的新闻内容 而不仅仅是一些低俗的这些新闻 我想这才是新闻界面临的挑战 现在我们的新闻报道就是多元化 所以还是要真实的客观的进行这些报道 因为大家在社交网站 他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网站来获得 这件地位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五分